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古琴的走手音更像是一条一条的线 一条一条的线 所以古琴和古琴最基本的区别是 他们的审美在往不同的方向走 我们描述古琴的时候有一个词使用频率很高的 叫做行云流水 行云流水什么意思 就是连续的流动就是线条 那么如何做好这种流动的线条呢 也就是说弹古琴怎么能够弹得好呢 其实古人早就说得明明白白 宋长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太古一音》 这里面说弹琴要想孤云在太虚 阴风卷书久而不散 什么意思呢 咱们是不拽闻的 就说空中有这么一片云 风来了把它聚拢起来 一会儿又把它拉伸开 后面还要一句 久而不散 就说它一直在做这样的运动 聚拢又舒展然后飘动 这句话描绘的非常精准 您深入体会一下 古琴的要诀就在这里 话说世界上的各种器具 都有它自己擅长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螺丝刀 用它来拧螺丝就很顺手 如果你用它钉钉子 这个螺丝刀怎么钉钉子 它就不合适 它就不如榔头 所以古琴它作为一种乐器 不是万能的 比如说像霸王蟹甲 石面埋伏这种琵琶的曲 非常好 但是古琴不适合表现 或者说呢 你想要表现很多层次 很多个层次古琴也做不到 那什么能做到呢 欧洲教堂里面的管风琴可以做到 您去欧洲教堂里 看那个管风琴 它面前有三四排键 这边还有阴栓 脚下还有一排键 用脚来控制的 有的时候这个管风琴一想起来 哇这个能量巨大 你一听好像这边海浪汹涌 天上乌云滚滚 然后那个更高的地方有激烈的声音 好像有什么雷神出现了 这好几件事情它在同时发展 它的层次是很丰富的 这种古琴能做到吗 当然做不到 但是古琴的强项就在咱们刚才说的 孤云在台区随风卷梳 这种味道是古琴特别擅长表现的 它只描绘一个物体 孤云一个物体 而不是说几个物体同时 它把这一个物体的收紧 放松流动连绵的感觉 它表现的非常到位 古琴能够做到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意流水 那您欣赏古琴呢 也可以多留意这种感觉 那当然不是说古琴就不能够表现流动 古琴就没有点 我们这是概略而言 还有一点 古琴被称为最具有中国审美情趣的乐器 中国推崇什么样的审美情趣呢 起码从南宋以来 比较推崇平和幽远这一类的情调 那我们看古琴 它的走手音能够做出来流动感 但是你说 它能够一直流动下去吗 慢慢的声音就远去了 所以说就算是很好的琴 来这么七八下也没有声音了 古琴的声音总是在流动的 并且是在淡化 在远去的 那您看中国的各种艺术 比如说绘画 它往往讲究淡远 讲究空 那书法呢 它总是有很长的线条 尤其草书里面 有很长的线条 迂回盘旋 笔断一连 然后中国的园林 甚至中国戏曲的这个腔 它往往都是这种味道 所以说您感受了古琴 就更能够领略中国其他的传统艺术 好的 有不少人来问我古琴 会提到这么一句话 说古征越人 古琴越挤 就是说谈古征是取悦别人的 谈古琴是表达自己的 所以说是不是古琴比较高明和高贵呢 问我说是不是这样 甚至说要先学会古琴 有一定程度才能学古琴 我说当然不是 首先呢 每种乐器都是可以表演给别人欣赏 也都可以弹给自己听的 历史上也有很多职业的古琴家 孔子的老师就是个琴师 他是职业的琴师 唐朝有很多诗人写他们听琴师弹琴 这个都是表演琴之 另外呢 弹给自己听还是弹看别人听 这个说法很不好 这个言外之意好像在说 我高雅淡薄 我不屑于谈给那些不懂审美的俗人听 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物种 别说中国的艺术了 全世界艺术 推崇的最好的作品 不论是绘画建筑音乐文学 最好的作品 都是同一个类型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慢慢聊 所以我说 人类只有一种艺术 因为人类是同一个物种 有共通的习性 所以我们弹琴嘛 不要硬分什么弹给自己听 还是弹给别人听 总的来说 你弹得好 自己和别人都会喜欢 古琴和古琴 为什么老有人来比较它呢 就是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 他们名字也像 而且都是中国本土起源的乐器 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有可比性 就好比这个邻居住着两个男孩 年龄一样大 都是八岁 所以别人都会比较他们俩 这俩男孩自己也互相较劲 我认为呢 在我们这个开明的年代 我们应该知道 古琴和古争 各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